今天的依资个股推介是平保2318 《经济日报》投资业华组选 原因是平保首季盈利升4.9 到3814亿人民币 就险及健康险新业务价值升8.8% 到137亿扭转下跌趋势 公司今年采用新保险合同准则 如果去年首季新业务价值采用新准则 首季新业务价值今年的升幅更高达2.1% 至于首年保费655亿增长27.9% 相对同业强 汇丰证券指平保所有渠道都实现新业务价值增长 而公司管理曾预计今年全年新业务价值实现正增长 大行预测 平保今年的新业务价值增加1.3% 明年再增长1.4% 盈利方面今年预料增加8.6% 明年增加8% 评估业务价值之后股价升9.56.2港元 A股升一成指停牌 评估带呈交达过前浪顶 可以在56元水平买入 首顾目标60元 马中线上网1月份高位65元水平 跌穿50元就止泄 7.4.3 A股目标60元 可以走出 7.5元水平 有什么? OK